大隊真親的結果在103-102月左右 結果現報只剩一個綽號阿華等案子 他在台南市地區從事 改造槍械的非法犯行 並影響自找 我們報告之後他也去徵收 我們後來查訪了台南市新市區 某個科技大學附近 將近30名間出租給學生的分數套房 他終於鎖定這個嫌犯的特徵 因為他嫌犯他上半身以及雙腳都有大量的刺青 那我們經過訪查之後 確認這個嫌犯是以他這個 八十五年次女友的一個名義 有女友出租 出面出租這個學生的一個雅法 那我們背景向...